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本期节目我们要一起走进宋词的世界 探索那些让人千古传颂的经典词排名 无论是豪放如念奴交赤壁怀骨 还是婉约如唤西沙 每一个词排名背后都隐藏着动人的故事与不朽的诗句 这些作品不仅是古代文人情感的写照 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璀璨的明珠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细数十大最出名的词排名 看看他们如何在诗词的长河中历久弥新 感动无数世代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马上开始 一念奴交赤壁怀骨 念奴交是宋代流行的词排名 具有大气磅礴的风格 此词排常用于抒发豪情壮志与怀骨忧思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苏氏的念奴交赤壁怀骨 这首词作于苏氏被贬黄州时期 词人站在赤壁骨战场平调历史 借三国十周渔的英姿伟业来抒发心中感慨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顾磊西边 人道士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 惊涛拍案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这首词一开篇便以大江东去这种极具气势的语言 描绘出滚滚长江的浩大景象 江水滔滔东流 逃进了历史上的风流人物 接着 词人将目光投向赤壁就指 想象昔日周渔率领东吴军队 在此大败曹操的英勇场景 乱石耸立 惊涛拍案 这些自然景象与历史豪杰相得益彰 营造出气势恢弘的画面 吓骗词人遥想周渔当年的风采 小乔出嫁了 雄子应发 暗示了周渔在赤壁之战时 不仅军事才华横溢 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新郎 周渔的洒脱与从容在与善观金 谈笑间 强鲁灰飞烟灭几剧中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他不仅是战场上的英雄 也是生活中优雅自信的儒匠 然而 面对这样的豪杰与壮丽的历史 辞人苏氏却感到自己年怀老去 满头白发早生 在人生无常的感悟中 苏氏用人生如梦 以尊还泪江月来总结自己的旷大心境 将酒洒向江月以寄托自己的感慨 这首词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交织 表达了苏氏对功名 岁月流逝的深沉思考 格局宏大 情感深厚 二 幻西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 幻西沙词牌最早来源于唐代 原为一种乐曲名 后来成为颂词中常见的婉约派词牌 其旋律轻柔流畅 适用于抒发细腻情感 艳书的幻西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 正是这一词牌中的经典之作 诗人以平易的语言 描绘了春天中的悠然时光 同时也蕴含着深深的时光流逝的惆怅 一曲新词酒一杯 去年天气就停台 夕阳夕下几十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艳归来 小缘相敬独徘徊 这首词写于春日 作者手持美酒 听着新创作的词曲 描绘了去年与现在相似的春景 旧日的亭台楼阁依然 去年的风景也仿佛与眼前相似 然而内心却感到深深的无奈与感伤 诗人看住夕阳西下 感叹时光不在 心中涌现出许多情绪 接下来的两句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艳归来将这种感伤之情 催向高潮 落花带来的是无奈 而归艳则似曾相识 寓意着春天年复一年的到来 但人世却已不同 最后一句小缘相敬独徘徊表现出 作者徘徊在花香弥漫的小镜中 独自感受春天的美丽 却又忍不住感叹人生无常 这首词语言简单 感情细腻 将时光流逝的无奈与对过去的回忆 威威道来 三 菩萨满书江西造口碧 菩萨满作为词牌 最早出自唐代 后来成为了诵词中的常见词牌 旋律悠扬婉转 新气级的菩萨满书江西造口碧 是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词不仅展现了豪放的气魄 还表达了新气级壮志未愁的感慨 与无尽的抱过情怀 欲估台下青江水 中间多少行人类 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江湾正愁于 山深闻这姑 词的上片以欲估台下的青江为背景 表达了青江自古流淌 而江水之中夹杂住多少行人的泪水 这些泪水象征住无数人人志士的无奈与 悲愤 作者在望向长安时 不禁感叹可怜无数山 满目青山阻挡住通往故都的道路 暗示住他壮志难愁的忧愁 下片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一句 将江水的奔流与心中的抱负联系起来 虽然青山阻隔 但江水依然向东流去 象征住新气急 对国家的忠诚与希望 仍然如同江水般不可遏制 最后两句江湾正愁于 山深闻这姑以景结晴 傍晚的江水 山中的这姑声 映衬出作者内心的孤寂与愁绪 这首词不仅抒发了新气急的爱国情怀 还表现了他在壮志未愁时的深沉哀愁 四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水调歌头是唐颂词中 最具豪放气质的词牌之一 因其长调 激昂的旋律而得名 苏氏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是这首词牌中的经典之作 至今仍为踊跃诗篇中的千古绝唱 这首词不仅展现了作者旷达 超脱的人生哲学 也表达了对人世无常和团圆的深刻思考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成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雨 高处不胜寒 其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诸格 低启户 赵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相别识缘 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此次开篇便以明月几时有 问句 引发了作者对月亮和人生的深切思考 月亮 作为千古永物之一 象征着团圆与美满 但月圆月缺 却也寓意住人生的离合悲欢 苏世借酒与青天对话 表达了自己对时空流逝 人生无常的感慨 接下来的我欲成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雨 高处不胜寒描绘了诗人 欲脱离人世的烦忧 成风而归 但又恐高处的孤寂和寒冷 此时 月亮的清影成为她内心情感的寄托 她尝试在此刻通过舞蹈与影像的互动 找寻属于自己的安宁 却又发觉这份清理和安宁 似乎永远无法脱离尘世 此的下片通过诸葛 启户等具体景物 表现了月光如水的清灰 洒在人们身上 象征住永恒而不变的自然法则 接着 苏氏通过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缘缺 深刻点出人生的无常 月亮也有阴晴缘缺的时刻 正如人生中的离合悲欢 而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则流露出 此人对亲人 朋友的深情后裔 虽远隔千里 但仍希望通过同月共赏 来共享这份情感 争首词以月亮为媒介 抒发了对人生苦短 团圆与别离的无奈 以及对美好时光的向往 五 与玲玲 寒缠妻妾 与玲玲 是刘勇创作的一首晚约派词 具有浓厚的离愁别序 刘勇以其独特的音乐性 与细腻的情感著称 与玲玲 寒缠妻妾 通过景物的描写 展现了离别时的凄凉气氛 尤其是词中 只手相看泪眼 竟无语凝夜成为了千古名句 深刻表达了离愁与不舍 寒缠妻妾 对长庭晚 咒语出歇 兜门障隐无序 留恋处 蓝洲催发 兜首相看泪眼 竟无语凝夜 念去去 千里烟波 木矮沉沉处天阔 多情自古商离别 更哪堪 冷落清秋节 今宵九醒何处 阳柳暗 小风残月 此去今年 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这首词从寒蝉妻妾开篇 便带出了秋天离别的凄凉气氛 秋天是个充满感伤的季节 尤其是当寒蝉的名叫 与咒语交织时 离别的情绪便愈发浓烈 接着 刘勇描写了自己 与爱人分别的情景 蓝舟催发 舟行将上 离愁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两人指手相看 泪眼朦胧 却无法言语 竟无语凝掖一句 生动地描绘了 心中压抑的情感 和无法言语的痛苦 下片多情自古商离别 点名了人世间 最伤痛的事就是离别 而更那堪 冷落清秋节 更是加深了离愁的痛楚 秋季本就带着一丝冷忌 再加上离愁 便让人心生寒意 而杨柳暗 小枫残月则通过细腻的景物描写 将离别的悲凉气氛 将离别的悲凉气氛铺陈开来 带给人一种孤独而空灵的感受 最后 此去经年 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一句 表达了对未来相见的无望与失望 无论岁月如何流转 心中的情感依旧无法找到归宿 征守词通过深刻的离愁表达和景物描写 传达了离别的凄凉与无奈 六 如梦令 昨夜雨书风咒 如梦令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代表词牌之一 以其简洁而精致的词句和深刻的情感为特色 这首如梦令 昨夜雨书风咒通过细腻的笔触 描绘了雨后庭院的清新景象 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内心的柔美愁绪 昨夜雨书风咒 浓睡不消残久 试问卷连人 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这首词开篇便描写了一个宁静又带些幽怨的场景 昨夜的雨书风咒 作者沉浸在浓浓的睡意中 甚至酒意未消 雨后清晨 卷连人告诉他海棠依旧开放 这一描写看似平凡 却暗藏着对往事的深刻怀念 海棠花在风雨中的坚韧与不屈 正是李清照内心复杂情感的写照 接下来的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剧 通过对花色变化的描述 象征住时光的流转和心境的变化 绿叶盛开 红花渐泻 正如人一生的变迁 红的已经凋谢 剩下的是浓绿 全词通过简洁的语言 营造了一种朦胧的酬序 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对时光流逝的感叹和对美好事物的珍惜 七 满江红 经典名作满江红 写怀 满江红是唐宋时期广泛使用的词牌 通常用于表达豪情壮志 激扬文字或痛快的气节 该词牌节奏铿锵有力 气吞山河 适合抒发壮怀激烈的情感 岳飞的满江红 写怀便是此词牌的杰出代表 怒发冲冠 平栏处 萧萧雨歇 抬望眼 仰天长笑 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沉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 空悲怯 静康尺 游魏雪 臣子恨 何时灭 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鸡餐葫芦肉 笑谈可以匈奴写 带从头 收视旧山河 朝天雀 这首词是岳飞表达其民族气节 忠诚和报国之志的宣言 开篇怒发冲冲冠 平栏处 萧萧雨歇 便描绘了作者内心澎湃的情感和气吞万里的豪气 岳飞在这里通过怒发冲冠的描述 刻画出他在困恶时刻依旧英勇激昂的形象 充分表达了他不屈的精神与斗志 紧接住 三十功名尘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直面历史的无常 岳飞感叹自己数十年的征战与努力 最终可能化为尘土 而不断流转的时光 却让他无法实现自己收复故土的宏愿 词中的靖康尺 由魏雪 臣子恨 和石灭 表达了岳飞内心深深的耻辱与魏姐的仇恨 靖康之耻是指经朝在一一二七年 卢走宋徽宗 宋清宗的事件 岳飞身为忠臣 心中未曾忘却这个耻辱 欲为国家复仇 随后的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缺 则显现了岳飞 因勇誓死抗敌的决心 理想和欲望的爆裂 最后两句壮志鸡餐葫芦肉 笑谈可引匈奴写 更是展现了作者豪迈 决绝的性格 表明他誓死如归的报国之志 争守词情感激烈而奔放 传递出岳飞坚定的复国理想与血海仇恨 宛如一声号角 鼓舞着后人铭记忠诚与义气 八 于美人 经典名作于美人 春花秋月和时了 于美人是宋代瓷牌之一 适合书发思乡 愁苦等情感 尤其是用于表露深沉 柔美的情绪 此风轻力婉约 常常富含悲凉的气息 能够打动人心 春花秋月和时了 往事之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于名中 雕兰玉气应有在 只是朱延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亦将春水向东流 于美人 春花秋月和时了 是礼遇最具代表性的词之一 表达了亡国之痛 和对过往时光的无尽怀念 首句春花秋月和时了 往事之多少 即抒发了对已是往事的深沉哀悼 春花秋月 作为古代文学中常用的时令异象 不仅象征住时光的流逝 也暗示着人生的无常与变化 接下来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充满了礼遇失国后的深切痛苦与无奈 表达了他在月光下 对故国的无限眷恋与痛心 此中的雕兰玉气应有在 只是朱延改 尤为经典 这一句反映了礼遇的内心挣扎 曾经辉煌的宫殿仍在 唯独那朱延已老 国家的命运随着他的衰老而崩塌 物是人非 令人伤感 最后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更是精妙地将礼遇的酬绪与春水相体定论 表现了他无尽的悲伤 如同滚滚东流的江水 永远无法停息 这两句广为传颂 堪称千古名句 成功表达了礼遇情感的极致和无奈 九 临江仙 经典名作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 临江仙 是宋代常用的词牌 适合抒发怀骨 感慨人生等情感 常见于抒情 勇史 怀人等方面 此词牌的韵律悠扬而悲凉 往往带有对历史 人生的沉思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逃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于桥江煮上 灌看秋月春风 一壶啄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赴笑谈中 阳慎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 通过描绘长江水流逝的景象 深刻反映了历史的变迁 和英雄的沉浮 开篇的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逃尽英雄 用壮丽的江水形象 来暗示历史的无情流转 浪花象征住英雄的功名与成败 随着时间的推移 所有的事物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消逝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进一步表明 历史的轮回使得成败荣辱 变得渺小 唯有大自然的青山依然存在 象征住万古长青 永恒不变的真理 后面几句白发于桥江主上 观看秋月春风 则描绘了生活中的小人物 他们或许目睹历史的变化 却依然保持着宁静和淡泊的心态 最后一壶啄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赴笑谈中更显现出词人的豁达与超脱 虽然历史有无数风云变幻 但最终都能化为云烟 笑谈之间 十 清玉案 经典名作清玉案 元熙 清玉案是宋代较为著名的词牌 常用于描写节令圣景 或通过写景寄托情感 其音率流畅 格调较为高雅 适合描绘节日 爱情 追忆等情感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 心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霄生动 玉湖光转 一夜于龙舞 额尔雪柳黄金缕 笑语隐隐暗相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 漠然回首 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 新气急的清玉案 元熙通过描绘元宵节的热闹景象 展现了节日的繁华和人们的欢乐 开头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 心如雨描绘了夜晚的热烈气氛 元宵节的东风吹拂 点燃了万家灯火 仿佛成千上万的花朵 在夜空中绽放 星星点点 如雨般洒落 接下来的宝马雕车香满路 则是对节日豪华盛景的描绘 词中的凤霄生动 玉湖光转 一夜于龙舞通过声音和光影的表现 营造出节日的热闹 最后两句众里寻他千百度 漠然回首 那人却在 灯火栏珊处通过词人的突然顿悟 展现了爱情的神秘与追寻 这几句感人至深 表达了心气急对理想 爱情的追求与最终的深情相遇 堪称全篇的高潮 寄托了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渴望 总之 这十大词排名代表了诵词中 最为经典的形式与风格 每一个词排名背后 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与丰富的情感内涵 从苏式的豪放矿达 到李清照的婉约细腻 每一篇词作 不仅是文学艺术的巅峰之作 也在千年后的今天 依然打动着人们的心灵 这些词作中的意象 月亮 流水 江山 离愁 正如李清照的诗剧中 所展现的那样 时常与个人的情感紧密交织 成为历代文人表达离别 相思与人生感悟的永恒主题